那时候为什么会选择厦门 这是一个缘分 当时担人第一个想法是去美上广深 一线的城市 但是那边的步调非常的快速 然后呢就感受不是那么的喜欢 然后后来这边厦门邀约 我就过来厦门看了一下 首先它与台湾的距离相当的便捷 我们可以走小三通直接就回到了台湾 就算是直飞也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回去了 所以就是如果你有私故乡的情形的时候呢 那回去很方便 再来厦门的步调 就是比较对我来说比较舒适 并且它对我们这种音乐发展啊 艺文的发展跟其他城市来说 这边扶持的特别好 所以呢后来我就选择在厦门工作 然后就居住在这边了 所以这边已经待了三年 也成为我的第二个故乡了